炸俄军总部 乌军大反攻开始 俄突击队投降 太诡异 中共军工领域核心大佬品出事 党官对民格杀勿论 引爆中共灭亡魔咒 郭台铭大卫落空 侯友宜没有总统像 一家烧火 全家坐牢 中共国标语 惊呆百姓 感谢了!俄罗斯最近有些糟心 不断在自家后院遭到内部人反击 而且又屡遭乌军发射的风暴阴影巡逸导弹 袭击到俄军位于比尔江斯克的总部 但俄军也不忘披露乌军已发动了大反攻的新闻 11日英国终于将风暴阴影巡逸导弹提供给乌军 结果这款导弹大显威力 本月21日被俄军占领的比尔江斯克所在政府说 乌军向当地发射了7枚导弹 有4枚是风暴阴影导弹 还表示有6枚导弹被拦截 第7枚导弹落入城市郊区 没有人员伤亡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通信部随后发表声明说 该导弹准确地袭击了俄军设在比尔江斯克的总部 现在战火也已经烧到了俄罗斯境内 但俄罗斯当局显然更关注乌克兰方面的大反攻信息 5月24日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节目上披露说 乌军在几天前已经开始反攻了 俄同社塔斯社引述波多利亚克的话说 战线沿国界绵延1500公里 但个别行动已经展开 而且攻势已经进行了数日 与此同时 声称已经占领了巴赫木特的瓦格纳雇佣军头目 普里格金也证实25日开始撤离巴赫木特 把原有阵地从6月1号起交给俄罗斯正规军 据西恩的国际特派员普莱特根从前线发来消息说 乌军东部指挥部说 此事无法证实瓦格纳公营兵团正在撤出巴赫木特 但他们说俄军那边攻击力量有变小 一边是瓦格纳在撤退 一边是俄罗斯部分士兵决定投降 俄军10独立兵团辖下的风暴突击队士兵们 战成一排投降 他们大吐苦水说 指挥练的无能 每次都把我们当作被宰的肉一样推上战场 而不是考虑减少损伤 俄军在前线死伤惨重 还有士兵集体投降 面对这种情况 俄军只好继续征召新兵 就连年轻的军校毕业学生 也可能不得不上战场 中共一向喜欢吹嘘三艘航母的战斗力 但中共航母不但糗纹频传 而且被中共视为重中之重的惊弓领域 核心人员也是接连出事 实现间谍和贪腐疑云 今年5月 中国船舶集团721研究所副所长 总会计师李建明出差时 因公申雇 官方复告中没说他的具体死亡原因 所用的因公申雇一词 也是十分耐人寻味 官方似乎有意低调处理他的词讯 李建明生前是总会计师 管理711研究所的金库 经他手上进出大笔资金 而他工作的进攻编号 为711的研究所 是中共国家级的舰船动力研发基地 主要生产共航母等 大型舰船配备的常规动力系统 涉及到中共的军工机密 无独有偶 中船集团另一个重要的科研部门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陈福胜 在今年的3月16号落马 据悉 中共最核心的军事舰船研究和建造单位 就是中船集团 也是中共海军武器 批装备研究 设计生产等的主体力量 承担中共海军全部的主战装备的研究和建造任务 比如航母和核潜艇 对中共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也传出核心人员把机密情报外泄的丑闻 中船中共集团的前总经理孙波 在2019年7月被判刑12年 他此前专门负责改造辽宁号航母 并设计建造了中共第一艘国产航母 山东舰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披露 孙波在辽宁号建造完工以后 将辽宁号的设计和规格等机密信息 陆续出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结果中共航母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准 被美国完整的掌握 因山东号航母也是仿造辽宁号改造的 所以有猜测说 孙波可能把山东号的设计图纸 也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此后的2020年5月 前中船中共集团董事长胡问明也落马 他曾是山东号航母研制的总指挥 胡问明也被传出 在任职期间涉嫌出卖国家利益 且社会金额高达52.8亿人民币 胡问明落马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 还有几名中共建船业的核心人员 也相继出事 有人被调查 有人甚至突然死亡 中共的城管一向是恶名远扬 而大批农馆进驻农村以后 很多有被常理的强硬举动 也把农村搅得怨声载道 有分析说 城管和农馆或成为中共灭亡的魔咒 农馆下农村 农民可遭了殃 积压被抓 养猪场被拆 菜地里的菜也被拔起 如果心存不满想反抗 就将面临被抓 而现在农馆竟升级到了上街砍人了 据陆媒报道 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一级主办陈某某把车停在了汪某的洗车店门口 陈某某因上前询问的汪某言语不合心意 张嘴就骂人 被汪某回队 陈某某就用两把菜刀砍伤汪某 陈某某没被单位做任何处理 还正常上班 汪某家人报警 派出所说要等3个月才立案 有网友说 农馆关架不小 普通人这样砍早关起来了 我们再来说说陈某 有网友在推特曝光一段视频 一个穿戴市容巡查衣帽的陈某 在一家店门口打着一系列的坑枪有力的手势 训斥店员 布里上贴的文字告示一律铲掉 如果你要反抗的话 格杀勿论 女店员怯怯的问 格杀勿论 陈某挥手严厉的说 我们有10个部门一起过来 马上要到你这里了 先斩后奏 不管了 城乡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部 对百姓这样不讲道理 只会应来的农馆和城管 在乡村和城市 会给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和风气呢 而且有一点可以明确 只要中共的邪恶专制不变 农馆和城管与百姓的矛盾 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这也成了中共灭亡的魔咒和宿命 台湾总统大选牵动着人们的心 面对中共的虎视眈眈和武统威胁 台湾下一届候选人究竟谁能胜出 视频人严成钩在文章中做出了分析 严成钩写道 国民党终于宣布征兆侯友宜作为总统候选人 而郭台铭却被朱立伦摆了一道 朱立伦怂恿他出征 给他吃定心丸 郭台铭全力以赴做足功夫 结果大胃落空 相比之下 郭台铭有钱有人马 亲共立场也都写在脸上 郭台铭与侯友宜相比 各有优劣之处 但是为什么最终郭台铭没有入选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侯友宜是自己人 而郭台铭曾是国民党的叛将 侯友宜还可以控制 但郭台铭却有一心 侯友宜出身基层 肯埋头做实事 而郭台铭是大老板 财大气粗 而且对国民党来说 关键的一点就是 侯友宜代表着国民党的利益 不会自搞一套 而郭台铭显然是中共属义之人 他的背后就是中共 国民党虽然亲共 但还没亲到为奴为弊的地步 万一国民党在台湾掌权以后 不肯做中共的驯服工具 双方摆不平 那时郭台铭如果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究竟是听中共的 还是听国民党的呢 这就是让国民党不太放心 相较沟侯科这三人 都没有公开打出反共旗号 但他们还是有分别的 郭台铭是死心塌地的雍共派 郭偶宜则是有爆琵琶半遮脸 而柯文泽是思想反共 但仍是和中共保持接触 严春公认为 以郭台铭的气焰 不会屈身做侯郭配 也不太可能做柯郭配 因此台湾总统大选就变成了赖侯科之争 他说 赖清德有优势 只是民进党不要犯错 侯偶宜会得到国民党的权力助选 只可惜 视野有限 能力平庸 连应付媒体都显得笨拙 没有什么总统像 而柯文泽目前仍处在边缘 未必有机会在本届问定总统 另外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教授 对于台湾总统大选的分析是 赖侯科这三组候选人都将维持亲美路线 但他们的差别是在于对中政策 侯偶宜和柯文泽虽然强调同中共对话与交流 但是 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 怎么具体实践呢? 恐怕 也要中共同意 而赖清德则需要更清晰地做出说明 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对中共不挑衅的路线 在维护台湾的尊严与主权的同时 来和美国及友台国家深化交往 中共当局在近年来在农村强推济烧政策 让农民们怨声载道 有农民就因为烧自家玉米接干 就被罚2000元 而江苏地方政府悬挂的济烧宣传横幅 也引来了网上一片争议之声 最近 有江苏网友把当地政府挂在路边的 横幅照片传到了网上 只见这些横幅上写着 一家烧火 全家坐牢 谁家地头 谁看管 谁家着火 谁罚款 蹲到地里点把火 拘留所里吃牢饭等文字 从照片可见 横幅落款是高虚镇政府 而高虚镇是江苏省宿千市宿阳县的 乡镇级行政单位 网友们对这些透着蛮横霸道语气的横幅 议论纷纷 这是连坐 别人烟头扔我家地里也怪我 急肯还田 要激起 要支出部分钱 粮食收购价没涨 种子化肥价涨了 每亩粮食收入低是关键 所以 这种偷偷焚烧也是有极原因的 据悉 今年5月初 陕西汉中市政府在会议上专门安排2023年全市接杆的紧烧工作 还要求严管重罚 强震慑 今年5月15日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洋河镇土平社区的一名村民 就因为烧玉米接杆 就被当地政府要求写一份检讨 还被要求缴罚款2000元 有网友质疑说 我想不明白的是 那些接杆你们又不回收 农民们也不能烧 现在还给农民活路不? 一年辛辛苦苦 就赚那一万来块钱 做饭都不能用大锅 要花钱用天然气 说白了 从上到下还是有口吃的 但凡是饿过几天肚子的 都干不出这种混账事 在这个国家里 老百姓不得安生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再见